农历春节快到了台东关山的萨斯丰老师罗双喜 特别在21号中午在圣十字架疗养院内宴请修女们 希望能够让离家万里的修女们感受到过年围炉的欢乐气氛 修女们围在餐桌旁进行祷告 并感谢罗双喜老师慷慨地宴请她们 体验过年围炉的气氛 农历春节将至每个月都会固定到顺时自驾疗养院 进行萨克斯风一演的罗双喜老师 为了让远渡重阳来到台湾的修女们 也能够感受过年的欢乐气息 特别在21日的中午 宴请院内的修女们一同来围炉 体验过新年的感觉 这几个修女在一二通平都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 在我们观山这个地方 为了这些年老人行动不便啊 生病的这些在这边照顾他们 我们地方上都有感激他们 所以想说这个过年 再过几天就过年 我们台湾的事实是过年 大家要围炉了什么 因为他们远在国外家里 远在国外也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发动几个我们的团圆 就弄了点菜来 跟他们一起来过这个 类似围炉这样 让大家能够说 一起吃饭 可以去想起想起自己 远在国外的家人这样 就说我们的一点点的心意而已 在餐桌上的佳肴有鱼有肉 十分澎湃 而老佩德修女也在宴席中拉奏小提琴 感谢罗双喜老师的爱心 疗养院的主任表示 很感谢罗老师的爱心 让修女们也能感受到过年过节的气氛 我们非常感谢 那个刚刚修女有特别讲 就是说其实是应该我们请她 因为这一年来 罗老师带了她的团队 每一个月的都会固定的来 跟我们老人用音乐分享 这样的 有特别是在那个老歌的部分 会让我们的老人非常喜欢 卢老师利用实际的行动 宴席修女们 感谢他们无师的付出 让过年佳节将近的时刻 更增添了不少温清气息 记得陈吉林观山镇报导